早晨,我們接受了聽說們的傳說 在這裡說到,你我乃是一般在人類歷史中活在神聖歷史的一般人 好,希望我們能夠有份於使徒其壯的繼續 所以我們聽完都覺得很興奮 我們裡面的人都會激動起來 我們還有指教的回應 發布的後天趕快來做什麼 出去,才會回船 能夠把回傳染給人 怎麼會被這樣的人所激動啊 但是,很大的但是 我們需要第三邊,我們來平和我們這一個人 好,首先我們翻到第18頁的第三邊 我們同聲來先走來 做福國神典,奧羅萬有之基督的見證人 好,再用女生讀一遍啊 做福國神典,奧羅萬有之基督的見證人 光看這篇兵你就知道有四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最後一個什麼叫做 見證人 問他要說什麼是見證人 我們用第一大典,我們要來交通 第二個重點就是要做的見證 當然是適合這一位活的人為基督 但是他是怎樣的一位基督呢 有三個重點,分別在第二,第三,第四大典 也有成名的 這位基督乃是,復活的基督 升天的基督 還有呢 暴露萬有之基督 那當然,無論是復活生天,暴露萬有 你在各本書裡面都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們這次的重點 或者我們這次的主要根據 乃是師父子創 換句話說我們今天 要來做為這位基督的見證人 所做的這位基督佛的元會 按著使復形段所啟示呢 他是復活的基督 聖天的基督也是暴露萬有的基督 好,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講到關於見證人 見證人,按著原文的意思 我們知道他就是殉道者 換句話說 你我若是要做為這位基督的見證人 請聽,我們需要借著詞來擔負基督的見證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哪是作為基督的見證人 單獨這位基督的見證 以至於死 講到死,你們不用怕 也許我們不一定有像師弟板這樣 在肉身上訓導 但是原則上我們需要過一種的生活 什麼生活呢 借著死而活的生活 來見證我們所看見的這一位 我們借著關於死而活的生活 來宣告我們所看見的這一位是怎樣的一位 這就是第一 我們要認識的見證人 的意思 請聽,我們的生活很重要 當然我們說 有時候我們要請給我們做做見證 當然 一般我們來說 我們要來做見證 意思 特別是指我們親眼看見的 怎麼樣呢 做見證 跟我們的看見哪有關係 特別是我們個人的 直接的接觸 行為得著我們 所向我們寫的事物 這是根據約翰一書 第一章第一節 作者約翰做見證說 論道那從起初 原有之生命的話 就是我們所聽見過 我們所看見過 所親眼看見過 甚至我們所注視過 我們的手也摸過了 子妹們 只有我們親身 經歷過的 才夠資格做見證人 所以保羅在行傳二十六章 第十六節 在那裡追溯他的經歷 他說主向他 說你起來站著 我向你顯現 正是要選定你做 職事和見證人 將你所看見 我的事 和我將要顯現 給你的事 見證出來 我們都知道 保羅那時候在肉身上 不得這樣說 面見過肉身上的這位基督 對不對 但是在零前十五章 第八節 講到復活的這件事 保羅做見證 這位主 他成為復活的基督 在復活裡向保羅顯現 換句話說 保羅也許 在耶穌從肉身的那個當下 沒有親眼見過 但是當今這位基督 復活的時候 從天上 向他顯現 所以保羅能夠看見基督 使他能夠夠資格 做基督的見證人 所以我在說 做這位基督的見證人 最重要的事就是 我們必須看見他 你們們 我們不僅僅要看見他 也許是曾經看見過他 但是這樣的看見 我們還要一直不斷 繼續不斷的看見他 我們必須要有直接的 個人的親身的看見他 不是傳的 不是第二手的 第三手的 怎麼樣呢 如果我們有一天 沒有看見他 那麼在那一天 我們的見證就失效了 我們需要讓主 一直呢 活化在我們的眼前 這樣我們才夠資格 做他的見證人 所以這次的總題講到 要繁殖 復活生天 包羅萬元的基督 作為神國的發展 講到這位基督要繁殖 乃是需要藉著一般 親眼看見基督的人 才夠資格做他的見證人 使得這位基督 能夠得到真正的繁殖 那在世紀中 弟兄也提到 當你弟兄 提到離世之前 留下一段話 我相信 他們都清楚 他說 基督是神的兒子 為人贖罪而死 第三日復活 這是你中間 最大的事實 我信基督而死 這短短幾句話 不是一個教訓 也不是一篇道理 那是我們親愛的靈弟兄 用他的一生 認識這位基督 看見這位基督 甚至享受這位基督 向他顯現 所以這段短短的話 可以證明 我們親愛的靈弟兄 乃是基督真正的見證人 Amen 子們們 我們今天要一切禮物 作為神的兒女 也就是基督徒 都應當是主的見證人 對這位基督 活的人為 如果我們只有對他局部的 有限的看見 那我們所做的見證 也是局部的 也是有限的 子們們知道嗎 今天在地上 有一個非常嚴重的短缺 什麼短缺呢 就是不僅僅 見證人的人數不夠 連見證人所做的見證 也是殘缺有限 所以子們們 今天我們盟主聯名 在他的規復裡面 我們是有福的 我們必須要有一種的責任 一種的使命 一種的託戶 起來填滿這個短缺 你我對這位基督的 認識、經歷、享受 有多少 就決定 我們能夠為他 做先生有多少 所以我們不光 只是知道 外在一面這位基督復活 升天 不 我們需要進入其中 甚至能夠認識 這一些的內在意義 甚至包括 對這位包羅萬有的基督 在使徒行政所啟示 他的包羅萬有的各方面 我們也需要花豐富 進入其中的豐富 這樣我們才夠資格 做這位基督的見證人 此們們 這就是我們在主的 恢復裡面 所受的托付 也是在我們 也是我們在主 恢復裡面所應當做的工作 那所以我們要求主 使我們在每一次 或是個人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需要跟主說主啊 我要暫時的看見你 甚至我們早晨聚在這邊 聚會讓我們聽信息的時候 我們要跟主說主啊 出去看 使我能夠看見你 我越看見你 我就越能夠成為你 經歷的見證人 所以見證 跟我們的生活有關 見證跟我們的看見有關 這是開口的話 好 請問我們來先讀一下 第一大典 好 使徒裡面知道 使徒我們都是基督的見證人 第一重點 這按著使徒行證的啟示 每一個主所欣其 打發出去的人 都是主的見證人 所以不是我們的熱心 但是我們需要成為一般 主所欣其 所打發出去的人 每一次都出去 都是二種的把握 使主欣其我們 使主打發我們出去 第二重點 一起讀來 在人們新約裡 見證人的意思 首要的乃是 他不得為意思 我身免實念術 基督活得見證 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定義 見證人的意思 乃是首要的呢 是 單一復 這位律師 復活 生天之耶穌基督 活的見證 這就說出 我們是需要一般 我們是一般需要 活基督 顯大基督 張寫基督 與這位基督 使因甚至照著這位基督所活的而生活 這叫擔顧這位基督活的見證 所以難怪主對我們說 我活著 你們也要活著 所以這位基督活在我們的裡面 祂活著 我們也要活著 所以當我們活基督的時候 當我們成為祂的父子的時候 我們就是祂的見證人 不論我們說或不說 我們都是擔負祂的見證 子妹妹 比如說當我們論到 關於這位基督的定義 如果我們的生活 是操練活認證 或因實質家生活 甚至我們操練偏偏 背著我們自己的實質家來跟從主 那我們說我們生活 就是一種的見證人 我們就是這位定義之之家 基督活的見證人 同樣的講到這位基督復活 對不對 不光是一個客觀的道理 如果我們的生活是活在復活裡 我們乃是憑著那靈而活 甚至我們估計這樣說 在那靈裡形勢被那靈所充滿 那我們的生活就是一種的見證人 我們就是這位復活基督的活的見證人 所以子妹們 的確我們需要出外傳福音 我們每週需要分別時間 出外傳福音 發單張 向人做見證 但是 如果我們週間 在傳福音的這個行動之前 我們每一天的生活 若不是擔負這位定死復活 升天 包羅外有的基督的見證 那很抱歉 我們的傳福音 只不過是一種外在的活動 也只不過是為基督做一件事 甚至只是為了見證我們 對於基督的信仰而已 這雖然好 但還不夠 我們還需要在這位基督 祂的定死 復活 升天裡面來活祂 來使大祂 這真是主所要的團體的見證人 保護祂在今天地上的環職 好 接下來我們讀第三終點 十九月上面 來 做這項目 對於基督的事物 有看見並享受的基睛 與基睛施教不同 好你把看見畫起來 我們有所看見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會 擁有出來 就會相信今天 詩人所說的 我們的舌頭會如同 快手筆 另外 享受 不要畫起來 享受的意思就是 我們能夠享受所看見的 我們能夠被所看見的 所充滿 這就是我們該有的經歷 看見 享受的經歷 這樣我們才能夠做見證 好 第四終點一起 主主神明和國座 實事和見證人 一 實事是為了實事 見證人 是為了見證 二 實事主要的民眾做有關 與實事的所做有關 見證人的有關 與見證人的所持有關 好 保留被主所訓定要做兩項目 一面是實事 執行的執 這個是為了執事 執業的執 另外 保羅也要被選定為 主的見證人 這個見證人 是與人有關 就是與人的所事 生活有關 固定是為了見證 換句話說 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工作 一個是生活 怎麼樣呢 我們的工作 必須要由我們的生活來支撐 必須要由我們的所事來支撐 如果不是這樣的見證人 那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執事就會有所短絕 所以請記得 保羅在北上能力家前書第一章 第五節 在做見證 說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 就是傳到北上能力家那裡 不僅在於人 也在於能力和聖領 並充足的確信 後面很重要 正如你們知道 我們在你們中間 為你們的緣故是 怎樣為人 換句話說 保羅傳出很有能力 當然需要有能力 當然需要有能力 而聖領 並充足的確信 但是特別重要的是 他們 在北上能力家信徒的眼中 是如何的行事為人 使得他們的見證 是有大量的見證 所以請看來 你既然說 我們需要做知識 但更重要 我們需要做見證人 第三條點 保羅 是見證人 讓他所看見主的事 和主將要顯現給他的事 見證出來 你可以看見 這裡說 保羅 將主 將保羅所看見主的事 你可以說 這是一個過去的事 可以看的 過的 已經看見了 和主 將要 有沒有一個將要 將要顯現給他 這是一個未來的事 神妹妹們 我們說 我們曾經看見 但是請問 距離上一次 我們所看見 關於主 和主的事 是多久了 也許你說是二十年前 你也可以說是一年前 你也可以說是上週 那你也可以說是今天早晨 甚至你能不能留好我 就是現在 另外 這裡所謂的將要 這裡主將要顯現給保羅的事 那裡的將要就說出 我們要有一種的期待 期待 看望前面我們還有更多的看見 使我們能夠做更大的見證人 來見證更多的事 所以神妹們 為什麼我們也需要研讀主的話 為什麼我們要進入這份 執事的豐富 被這份執事所構成 目的是 使我們能夠借著這份執事的幫助 解開 使我們能夠有更多的看見 能夠有更多的見證 好 第五終點一起讀來 主在生命裡完成他天上的執事 還是藉著要他復活生命裡 代替他生天能力和全民的一切任人 我們知道在四福音裡面所記載的 這一位基督乃是成肉體的基督 他在地上是獨自地完成他的執事 把他自己作為生命的種子 僅僅少在猶太地而已 但是行算 這所記載的聖位基督乃是 聖天的基督 在聖天之上 在那裏執行他的執事 是藉著一班人 在他復活的生命裡 帶著他生天能力和全民的見證人 要將他自己擴展出去 從耶路撒冷開始 直到地主義 以至於他不夠完成他新約的執事 所以 我們從行算可以看出來 如果沒有這一切的見證人 那我這一位基督 他很受限制 沒有辦法充分的來執行他天上的執事 所以他需要見證人 作為他的管道 來執行他天上的執事 所以見證人非常重要 這就是第一大點給我們看見的 那接下來後面三個大點 接下來給我們看見 我們要出去做見證 那這位基督是怎樣的基督呢 第二大點告訴我們行傳 所啟示的基督乃是讚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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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的豐富英雄在我們的話語、在我們的發表語 這三方面有三方面的講究而已 首先我們來看一終點 基督經過時進入另一個範圍就是復活的範圍 姊妹們,我們知道復活的實際就是那裡 就是包羅萬有,是上面那裡 所以這個復活的範圍 復活的範圍簡單說就是那裡這神聖奧秘的範圍 所以當基督復活的時候,這裡說他進入了另一個範圍 我們也可以說他產生了另外一個範圍 在這個範圍裡面,我們眾人也都重生了 所以我們是屬於這個範圍的 事實上,教會的存在就是應當在這個範圍裡面 姊妹們,我們整個基督徒的生活也應當在這個範圍裡 這個範圍是什麼? 復活,因為這是復活基督的所在 他作為那裡,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範圍 所以第一小點 基督即是那活著的一位有不能毀壞的生命 死就不能拘禁他 所以在這個復活的範圍裡沒有死 在這個復活的範圍裡是不能被死所摸著的 在這個復活範圍裡面是來了不能毀壞的生命 好,這是第一小點 第二小點,他將自己交為死 死卻無法扣住他 反而被他侵犯 他就從死裡復活了 姊妹們,我們的經歷常常都是被死亡所遮擾的 對不對? 對 但是有一條理 阿貝 為什麼我們常鼓勵? 姊妹們,我們要操練應用我們的 民 連呼求主民也要復活力 對不對? 我們不是從死裡逃出來 我們是藉著運用我們的靈 能夠在復活裡征服死 擊敗死從死裡出來 好,第二小點一起讀 我們需要在基督復活的大能、領域、成分裡認識基督 第三 基督的復活是使徒見證的中心點 好,使徒見證的中心點 是這位基督的復活 為什麼呢? 好,我們等一下來看 第一小點 基督的復活便在祂的身邊裡 神榮耀了祂的無人耶穌 第二位基督來 主耶穌的復活為主 回頭指著祂的身邊 落敵人性 為人之所 以及神所命定的死 往前指向祂的身邊 天上的之士 和其中 以及祂的偉大 所以難怪使徒見證的中心點 就是基督的復活 這裡說 回頭指著 有沒有啊 回頭指著 往前指向 觀眾說復活是中心 所以現在幾妹們 我們有沒有與這位復活的基督同活啊 我們是不是在這位復活的基督的裡面 行事為人呢? 我們有沒有天天活在這個復活的範圍裡 就是那你作為神仙奧命的範圍裡呢? 如果我們不是活在舊上 我們還是時時刻刻活在西上 若是這樣 那我們就是這位基督的見證人 好 聰明 好 這個天提示我們再讀一下 做透過我身邊阿羅萬勇之基督的見證人 在十路十一段 主所要求求的乃是見證 在十路十一段第一章第八節 主就提講你們要從耶路撒勒 留在全地上馬利亞 直到地底做我的見證人 到從二十六章 當保羅回頭才說到 他所蒙的光照和呼召的時候 在二十六章十六節 也說 主向他說你起來 我要你來做職事和見證人 所以可見使徒行順 從第一章貫穿到最後一章 他有一條線就是做主的見證人 什麼是見證人呢? 希臘文就是mother 也就成不了英文的mother 就是殉道者 所以什麼是見證人呢? 就是殉道者 換句話說這一節可以翻譯成為 你們要在耶路撒勒 猶太全地 撒馬利亞 直到地底做我的 殉道者 殉道者不一定在肉身上死 但是殉道者總是帶著一個殉道的靈 殉道的心 願意甚至願意付上性命的代價 來做見證 所以你可以這麼說 殉道者就是死了的見證人 見證人就是活著的殉道者 所以根據上家文 有的時候你要翻成殉道者 有的時候你要翻成見證人 重點不在於他的肉身 是不是死亡了 重點在於他必須用他的性命做見證 就因為這就是用性命做見證 所以剛剛就一開始就強調 這和一個傳講者 一個傳講的人 是有絕大的不同 我想這個有很多人 也是當老師的 我們也在教 我們所教的東西 我一面來說 大概都是真實的吧 都是真理吧 都是事實吧 但請問有多少的老師 會為他所教的付上性命的代價嗎 因為這可能是我們所相信的 但是卻不是我們所經歷 所享受 甚至是所平體生活的 所以見證人是連於主 連於我們所享受的主 連於我們所經歷的主 所以在修行二十六章十六節 請再翻到這一節 在第一大點第四重點的底下 你們注意到 這裡說我要水平你說 實事和見證人 將你所參見我的事 而我將要顯現給你的事 見證 在這一點 在這個經節 我要特別點出來 在這裡見證什麼呢 從中文看是見證事 不 其實他這一節 他的原文是要告訴你 見證的是我 要見證什麼 基督 要將什麼 要將那些事 其中你看見老人 還有將來有些事 我要向你顯現 寶寶被選定為實事和見證人 為了來見證主 所以各位姊妹 今天給我們的託部 來是做基督 這位復活生天 禀包我為基督的見證者 見證人 不一定有機會多講什麼 但是是見證人 當他即使願意付上性命的代價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可以拦阻他的見證 當保羅被關在監獄裡 他在佩利米書的時候 他是在羅馬的監獄裡 一面來說他沒有機會公開再來傳福音 但另外一方面 因為他活基督 所以事實上福音就傳出去了 欲贏全軍 都知道他是為了基督的見證 甚至該上家裡的人都得救了 為什麼 因為在這裡有一個人 就算沒有機會 來講那麼多 他的生活 他的活出 就是一個見證人 所以今天各位姊妹 主要得出我們的 就是要將我們成為他的見證人 見證什麼呢 第一 見證復活 如何見證復活 你想想看 當我們來 這個很 這個 我們大概第一個印象就是講 耶穌復活了 對使徒們來說就是見證 五十年前他復活了 或者一百天前 一百天前他復活了 去年他復活了 你想想看他們是這樣見證嗎 也許有一點點 但是重點就在這裡 復活不是一個歷史上的世界 復活乃是一個犯人 所以注意這個剛剛要講 復活乃是一個什麼 犯人 一說到基督復活 強調的是生命 強調的是復活的大力 到底今天基督復活 復活的基督復活 我們是歷史上他復活 還是今天就活在我們的裡面呢 當我準備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想起來 水深之處 曾經引述了一個故事 就是說到馬丁路德 有一天他們妻子 穿著一身的傷腹 笑顏 戴著黑頭上 馬丁路德看到他 很驚訝說 誰死了 他的妻子說 耶穌死了 耶穌復活了 為什麼要穿著一身傷腹呢 當然也有個故事 也有個故事 因為在谷口上面 容易找不到這個東西 有個故事說 他的妻子說 耶穌又死了 那當然馬丁路德 更覺得不可能 耶穌怎麼又死了 耶穌復活了 要活到永久的原因 不管是耶穌死了 或者耶穌又死了 重點是 對馬丁路德的妻子來說 想要傳達的信心是 耶穌死了 馬丁路德說 不 他復活了 那妻子說 那為什麼 你這麼沮喪 這麼消極 好像耶穌已經死了呢 所以對馬丁路德 耶穌的復活 是一件過去的事 還是現在 他可以經歷的命 所以從那裡 馬丁路德得走了請示 耶穌復活了 是一件過去的事 乃是現在 我們就要拼著他 復活的大能 要拼著他的生命 來做這個見證 所以永遠是那一門 所以常常 反而是在一個死亡 威脅的陰影之下 耶穌復活的見證 更顯得出來 當神在中國 有絕肥之亂 那麼你終於提示過 曾經有一位 有一位 有一個人 他在偷偷的打開他的門口 看到在馬車上 載著一位 就要去訓導 就要被殺的傳教師 但是他在那裡唱著書 那個人見證 他的臉 就像天使 就在這個世王的陰影之下 復活的基督 復活的基督 就真實的成為見證 所以兄姊妹 今天我們出去傳牙不迎 我們做什麼見證 復活的見證 我們是愁眉苦臉的 膽怯的 手也抖腳也抖 腳也抖 卻深深的 在那裡 不敢把不迎傳出去 還是我們在那裡 我們的臉就是天使的臉 所以每次傳不迎之前 半個小時都找到很重要 我再想想 師妹妹要不要出去傳牙 那為什麼有時候 出去傳的時候 非常膽怯呢 非常害怕呢 祷告那個 我們要祷告到一個地步 我們甚至想說 基督復活的那呢 叫人看見 我們就看見 耶穌就復活了 我的幼子不太好 耶穌復活了 所以活著基督 阿妹 就活在我們這班人的裡面 阿妹 第三 我們來看聖典 神律星在說 啟事的基督乃是在哪裡 聖典 好 第一重點 我右手邊的 神妹們來説 我父母是 生命的事 基督的聖典是 聖典的聖典 聖典 和定位士官全民 我的左手邊 主的聖典已經 已經把天上的生活與實施 這已經把祂帶進新的範圍 我就是祝典 現今祂在祝典裡 有祂的生活 並且在那裡靜止 乃第三重點 主的聖典 將祂帶進新的基督 這基督乃是一個復活的人 活在天上 或是其他任何中心 好 在這裡 第一重點給我們看見 經歷基督的復活 或者見證基督的復活 和見證聖典的復活 和見證聖典的基督 它在重點上的不同 復活是聖典的事 聖典乃是什麼 地位 權利的事 而到底聖典有多重要呢 音樂來說有無止的音樂 但是這不是我們今天所強調的重點 今天我們所強調的重點 乃是基督的聖典 引進 引進 第二重點用引進 第三重點用帶進 都在講同一個東西 引進基督天上的生活與實施 所以今天乃是一個復活的人 活在天上 做神行政的中心 我們今天就是做這位 升天之基督的見證人 好 第一小點 這位復活者現今 坐在天上 執行神的行政 第二 復活的基督升到天上 被神高舉 得走王權主權 以及在萬有之上的元首權 第三 聖典的基督也得著了 寶座 榮耀和宇宙中所有的權利 第四重點無中毒 聖典的基督是萬有的主 要得著萬有 第一小點 基督的為主身分 是在祂聖典裡所得著最重要的方面 第二 基督的為主身分 既然在祂聖典裡完全得著建立 我們祂聖典裡上的聖典 就須領悟著屬天的事實 好 第五重點無中毒 聖典的基督是神的受報者 要成就神的使命 完成唯一的旺傳 祂聖典裡的基督也得著 基督的復活 或者說復活的基督 主要是連於我們的聖典 所以剛剛我們就講到 在講信息的時候 神聖典用了三個字 分別應用在 第二 第三 第四大年 第一個字就是行事為人 祂用了what 第二個字就是第三大年 說到工作 他用了word 第三個字 他用在第四大年 就說到包羅萬有的基督 我們需要滿了話 滿了話語來述說這件功夫 所以他用了word what word 還有呢 word 所以在我們的 說到聖典的基督 這的確是我們連於 祂的工作 當然就連於我們 與祂工作的配合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 與基督天上的知識合作 是因為我們認識 這一位聖典的基督 已經被立為主 為基督了 一面來說 祂在以過的永遠裡 祂就是主 但是那是指著祂的神性說的 祂這一位神而人者 這一位曾經成為肉體 在地上是一個人的這一位 祂在復活裡 在聖典裡 被立為主 為基督了 所以今天在寶座上 那一位做主 做基督的 不僅是單純的神經 而是什麼 神和人 所以在這裡所說的是 因為復活的人 來做神 行政的中心 就是這一位 祂曾經是 就是這一位 祂知道我們各方面的需要 就是這一位 當我們在地上 祷告的時候 我們就是與祂 自從天上的知識來合作 而且祂需要我們在地上的祷告 把祂在天上的知識 帶到地上來 今天神的指引在天上 實行沒有問題 但是今天神的指引在地上 人們通行 是一個大問題 問題在哪裡 有沒有人 起來祷告說 主啊 願你們之一 行在地上 無同行在天上 有沒有人起來 像是主所要我們做的 我們在地上來捆綁 從天之上說 已經捆綁了 在地上來釋放 從天之上說 已經釋放 這就在乎我們認識 基督的聖天 所以姊妹們 這是我最一向有的夫人 這到底我們有多少人 參加祷告去的 是 我不光說祷告 聖妹們都會祷告 聖妹們為家人有很多祷告 聖妹們也特別是 弟兄們跟朋友們 知道我們什麼都不能 但是我們可以祷告 阿們 但是問題是我們的祷告 通常都很個人 連與自己的事 但是有多少人的祷告 是連與基督的聖天 阿們 是與基督天上的聖事合作的 阿們 像昨天晚上我提到的 要跟性質地祷告 阿們 要有這麼強的祷告 你要祷告到一個地步 要他們為著神的行 寧可他明舍世界 而掉之路 姊妹們 這個絕對不是我們個人祷告 容易達到的 我不敢說絕對達不到 但是很難 但是什麼時候 我們如果能夠來到團 真是在基督的升天 阿們 知取他升天的權力 阿們 這時候你們會發現 萬有都互相效力 因為他是主 他是基督 他掉過萬有 阿們 叫這些青年人 各個在他們的身上 在他們的周圍 萬事為他們效力 阿們 效力做什麼 叫他們 智慧及復活 阿們 叫他們能夠完全 徹底 絕對的奉獻給主 阿們 今天主人會不需要這樣的處理 阿們 我再講 世界上的話講 復活三代 因為第二代 常常就活在一個 比較幽默的環境 不太能夠抗拒壓力 更不太 有一種的 這種震災 來突破 各樣的困境 對 而在屬意上其實更嚴格 不過了 馬丁路德的時候請問 你能說到誰呢 家文之後請問你能說到誰呢 衛生禮之後 衛生禮之後 你能說 衛生禮之後 你又能說到誰呢 歷史上主的恢復 常常第一代 他們 人數雖然少 但他們是強的 他們是真實站在去這一邊 帶著爭戰的靈 突破一切的困難 但第二代人多了 人一多 大家注意的就是 家庭乳 婚姻乳 工作乳 我不說這些不重要 這些是必要的 但是光有這些 家庭溫暖 婚姻幸福 工作穩定 錢多四少離家境 教會愛主嗎 教會成熟的見證人嗎 所以姊妹們 說到基督的聲音 我們要認識 這是臨於祂的什麼 工作 臨於地位 臨於權利 而這樣的禱告 就需要我們在團體 站在聖天的地位上 來一同照著神的權利祷告 阿們 師妹們 我再呼籲 這次今天主會呼籲 一個非常極切的需要 阿們 今天在我們中間 一般的一種風氣 都覺得有時候 像我講這些話 很多人心情在想 你太厲害了啦 我才不要去跟你同一個 我所去問 你們祷告都這麼厲害 你們要求這麼高 誰喜歡跟你在一起啊 而已沒有問題 是不是呢 你不需要跟我參與此 甚至說 救的世人我願意改變 但是救的神的旨意 我沒有辦法改變 救的神的需要 我沒有辦法改變 阿們 沒有辦法改變 我就要和所有的師妹們交通 我們要改變我們中間的氛圍 阿們 我們要向親愛人 一致傳遞一個價值觀 沒有什麼禮服侍主 更有價值 沒有一件事 你完全絕對的奉獻給主 更重要 阿們 臨捨世界 而要欺負 真的嗎 這要在我們中間 成為我們中間的 物片價值觀 阿們 臨捨世界 而要欺負 不是世界得不著了 酸葡萄 不 世界 我可以得著 但是我 我 我你捨 事實上 你果真捨了 書面可不得 阿們 只要它不霸佔了 所以我再強調 使妹們把我們都起來 改變主恢復的價值觀 阿們 站在基督升天的地位 阿們 與祂一同 會在基督天上的之事 有一個在聖天裡的禱告 阿們 也就是時代的禱告 阿們 也這個禱告 唯有在新約裡 在照會裡 作為聖天元首的聖禮 來禱告的時候 才可理由的禱告 要改變這個時代 要改變這個局面 好 第四大點 容讀 使徒行雀所起誓的基督 乃是發我外人的信徒 在使徒行雀裡頭 就特別起誓了這幾年 好 這個要成為我們的話語 不管有講的再講 我們來先讀一下這些終點 第一終點 基督是生命的 在鬼院 基督是生命的 喪失者 基督是生命的 喪失者 好 第一小點 如喪失者一詞 原文所指明 基督是生命的 喜悦或起誓者 祂是生命的 創始者 第二呢 在十一段三章 我們看見 生命分析到人裡面 這就是凡慈基督 為了這樣的凡慈 我們需要主 做生命的創始者 聖命的原文 第三個 基督這生命的創始者 乃是那聖言 這是史如新的第三章 第十五節那裡的話 你們殺了那生命的創始者 神卻叫他從死人中 基督就是生命的創始者 祂是生命的源頭 祂不光是源頭 祂是創始者 為了要來分飾 這個分飾 就產生了凡事 好 第二基督是神的福 好 第一條點 借著耶穌的復活和聖天 神榮耀了祂的徒人 第二條點 作為亞伯拉安的後裔 和神的徒人 基督乃是地上萬徒 一切種族 膚色和國籍的人 都要因祂得福的那 哈利路雅 基督是亞伯拉安的後裔 也是神的徒人 祂是亞伯拉安的後裔 萬徒要因祂得福 祂是神的徒人 就把這個福 不釋給神的眾兒女 第三條點 神將五星節那天 借著浇灌下來的那靈 將聖天的基督作為徒 拆解回來 因此神所浇灌下來的靈 就是神所復活 並高舉到初天之上的基督 第三條點 基督是元首而救 好第一條點 我的右手可以請拜託 神已將那人耶穌高舉 所支到的元首 軍王軍王的元首 一把十十天 一把舊救助 祂是由神所見見的 好我的左手邊第二條條點 元首比拉的全力有關 救手如比拉的救之有關 神用祂的全力主在廣续前地 对 环境适合身所坚决的人 坚决法徒旧文 好 这是我在祷告中常常引用的经文 书律让五章三十一节 这一位神已经将他高提在自己的右边 坐元首 坐旧 福音的传扬 需要环境的配合 福音的传扬里面需要圣灵 在那里面点上灯细细的枣 创造一个生的革命 但是另外一方面福音的传扬之间 需要外面环境上的安排 所以当我在为着福音传扬的时候 我常引用这一点 主啊 已经被立为元首 祢来调主啊 祢有这个权柄 为了祢做教祝 教人能够接受祢的救恩 第四 基督是什么 仁直 这是在福音的第七章 施底板看见什么 仁直 站在神的右边 有一位仁直 在地上 正在被石头打 但他往上看的时候 他看见有一位仁直 另一位 是站在神的右边 第一条点 十六十段七章五十六节 指示 基督是人子 站在神的右边 安慰 鼓励 并加强 那为他 殉教 也有使你反看见 圣天的基督是人子 正是你在诸天之上的基督 仍有 祂的人性 祂仍有 人的性 阿们 第五 基督是什么 是神 这里说到基督 我们的神买了教会 用祂自己的血 得索了 神用祂自己的血 祂神没有血 但是基督耶稣有血 神用祂自己的血 这就说明 在这件事上 或者说在这个经文里 特别标示 基督是神 神用祂自己的血 就是祂儿子耶稣的血 得索买来救赎两兆的血 第三条点 基督乃是神人 在十字架上受死 并且祂在那里 为救赎我们所留的血 不仅是 那人耶稣的血 也是什么 神人的血 第四 基督读 神借你 叫赵为买来的这血 乃是神自主的血 这是圣经本身的发表 神用祂什么 自己的血 买来赵为 好 第六条终点 基督是 万人的主 这是在俗询人第十章 彼得传冰的时候 强调基督是 万人的主 万人 在这里是指的什么 以前 不光是犹太人 万人 彼得传的正好 但是呢恐怕 他的观念里头 跟他嘴巴所讲的 不完全一样 所以他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就够了 圣灵就脚灌了 所以他到十一章 他才做见证说 他说我正在讲的时候啊 圣灵打断他的讲话 就告诉彼得说够了 不要再讲了 我是万人的救主 交灌了 他才说 那圣灵都已经交灌了 我们是谁 不给他们试镜了 就给他们试镜 感谢主 基督是什么 万人的主 不光是犹太人的主 所以圣天的基督是地上 所有不同种族和人民的主 他必定天待人 第七基督是什么 审判者 第一基督是神所列有审判 我仁使人的那一位 第二基督是那要审判 天下的人由神判公义所设立 并由神教他从死人中复活 作平均 并把我语读基督是 主耶稣 使信徒相信的对象 相信主义主要是什么 相信耶稣基督 第二相信主耶稣 乃是根据基督的认为 以及他所成就的一切 这构成了 神信约基督的信仰 当然 是 感谢观看